度假上帝帛琉 饭店内气派外观跟明亮采光 一望出去就是美丽海景 中国为了挖角我国帮交国 扬言要把帛琉的饭店房间定好定买 还放话每年将砸2000万美元 营运当地占地两公母的客服中心 买帛琉帮交 台帛帮交 一项稳固 但9号会数人写信给美国参议员 爆料中国要透过砸重金 赞助观光业 利诱帛琉跟中方建交 今年又是许多民主国家的大选年 都会面临中国使用这样的一个 各种所谓的利诱或胁迫的手段 来对他们的政治进行干预 尤其太平洋的这些岛国 都有可能会成为中国 会进一步来去渗透的一些国家的选项 会数人信中提及 希望美国参议院支持 帛琉等三个太平洋岛国 跟美国签订的自由联合协定扣法 7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 好对抗中国经济利诱 但最终美国国会没有批准 这些国家如果愿意跟中国建立 各个层次的关系 某个程度上对中国要突破 在美国所建构的东亚岛链这样的一个封锁状态之下 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帮助 帛琉等小岛国家面临中国经济胁迫的困境 台湾感同身受 并持续提供帛琉协助 未处印太岛链的帛琉遭中国挖墙脚并非首次 现在又提出订满所有房间方案 会数人信中透露 这对部分跟中国做生意的帛琉在地势力而言 相当有吸引力 美国相挺力道成为牵动台博街 能否维持邦教的关键